我们这节讲一下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用的 而且也像上一节一样 我们也会讲到ES6的一些语法 套路还是一样 首先我们作为介绍 代理模式是使用者无权访问目标对象 然后中间加代理 通过代理做授权和控制 这个其实最有效的例子 就是俗称科学上网 比如说我们要访问GitHub 其实我们有些地方是被强的 对吧 访问不了 就类似于这种一个模型 其实还有一个例子 也是网络代理 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内网 你如果在家办公的话 也是需要连到公司的代理地址上去 然后你在家就可以去通过 公司的内网地址去访问公司内网 如果没有这个代理 那你直接访问公司的内网 肯定是访问不到的 好 我们的实例 第一个就是科学上网 比如说我们要访问GitHub 有些地方他不能访问 我们可以加个代理 第二个就是明星经纪人 大家想一下明星经纪人 比如说你要有一个演出 或者有一个盛会 然后你要请一个明星 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可能去直接联系明星 你就需要联系明星的经纪人 然后经纪人出面 给你谈时间 谈档期 谈价格 以及谈各种会员的服务 这个经纪人 其实就是这个明星的代理 这个我们会在最后 简单写一个 这个明星经纪人的例子 给大家体会一下 好 介绍结束 我们看一下演示 这是传统的幽妙类图 渣瓦中的这个幽妙类图 大家注意看 就是我们有一个image的一个接口 你也可以认为是妇类 然后有一个real image 有一个proxy image 这个real image肯定就是说 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对象 这个proxy image 应该就是代理的对象 那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继承着 同一个接口 或继承同一个妇类呢 就因为他们必须有一个 相同的方法叫display 就是外面使用这个代理的时候 他也是找这个display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一下 无论是你去访问gethub也好 还是去访问那个公司的 内网的地址也好 这个时候你用不用代理 是不是那个地址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强调 比如说我们call端 直接访问这个real image 它会有权限 或者说授权的限制 那我们通过代理去访问 这个时候呢 有个要求就是说 这个real image提供的方法是display 然后那个proxy image 必须要提供完全一样的方法 来供使用者访问 就类似于说 我们无论是用代理 还是不用代理 我们访问gethub 我们访问公司内网的地址 都是用的同一个地址 不过就是说 我们不用代理 访问公司的内网 是一个地址 我们用了代理之后 访问公司的内网 又是另一个地址 这样不存在 所以说这一点呢 就是它和适配器模式的一个区别 这个最后我们会讲到 讲完这个代理模式之后呢 我们会对比一下 它和适配器模式 以及它和装饰器模式的一些区别 OK 那还是一样 传统UML类图里面 有一些继承和实现 这个我们三十项不考虑 我们看一下 这个讲完后的UML类图 大家看一下 real image是真正的类 它里面有一个提供了 Display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呢 我们在外面是不能直接访问的 我们要通过代理来访问 代理就是这个proxy image 它里面就引用了这个real image 然后呢 它也对外提供了个Display的方法 这个代理的类和这个 真实的类 提供了一样的这个Display的方法 这样才行 好 接下来我们代码也试一下 这个代码还是之前讲 那个装饰器模式的时候代码 我们先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这写 这是real image 对吧 Jata有一个filename 好 thisfilename 复制称filename 然后我们这就需要 直接执行这个list.load fromdisk 那就是初始化 即从硬盘中加载 当然这是模拟的 使用这个方法 我们肯定得去定义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不会真实的写 我们只是模拟一下 loading 加上list. filename 就是打印一下 好 然后它对外呢 会提供一个 叫Display的方法 展示 展示呢 我们这也模拟一下 Display.log Display 也是把这个list.filename写上 OK 这是真实的这个类 我们没法直接访问 然后我们直接访问 肯定是需要一个代理的类 我们就加一个proxy image proxy image 它的constructor里面 我们也需要传入一个filename 然后通过这个filename呢 我们去初始化一个real image 然后new newreal image 我们把这个filename给传进去 然后根据这儿的构造函数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list.real image 就是这个初始化之后的这个real image的实例 这样的话 让我们通过这个Display 它Display的时候 就直接执行this.real image.display就好了 因为这个real image 这也是这儿的实例 所以说我们这儿执行的话 它就直接会跳到这儿来 就相当于我们代理过去 好 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写一个测试的代码 客户端 就是使用者 不可能直接获取这个real image 所以说它要用这个proxyimage newproxyimage 然后我们假定一个名字 叫1.png 然后我们执行这个proxyimage.display OK 好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在控制台里面 运行的npm run第一位 稍微等一下 好 大家看loading 1.png Display 1.png 那就说明我们通过这个代理 因为代理的类里面 它没有这种loading Display 这种文字 是吧 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初始化 这个代理 然后执行Display 真正的到了这儿 然后真正的去到了这儿 好 代码演示就这样结束 这样闲着 对 对 进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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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